前陽台 主要它是採光好 然後室內空間也大 前陽台空間寬敞明亮 每間臥室面積也都很大 位在台南善化的四層樓透天 屋領不到十一年 登記坪數超過六十坪 總價兩千一百五十萬 換算下來每坪大約三十五萬元 但你知道嗎 五年前這裡每坪行 只有十五萬人左右 距南科開車只要十分鐘的 南科LM特區生活環境非常情優 而且大多都是以透天別墅為主 當地房仲跟我們說 這裡有八成以上的住戶 都是來自南科的工程師 南科工程師西家帶卷 大舉進駐下 帶動周邊房價水漲船高 尤其新市區集善化區 平均單價都從五年前 每坪十五多萬元 漲到去年佔上三字頭 等於直接翻了一倍 其實都以兩房至三房的 大樓的物件來講 是算是比較好入手的物件 以正常來講 如果市價不要偏高的話 基本上在一至兩個禮拜 可能人家有喜歡 可能就出手買走了 南科周邊包含 新市善化及安定區 屬於台南蛋殼區 過去房價蹲得夠低 才有明顯漲勢 南科帶來高薪客群 也帶動商品總價 加上科技人才的鋼需買盤支撐 吸引各家建商爭相進場 推升房價持續攀升 因為這邊後來善化新市 其實都漲滿多的 我覺得應該就是可能漲到差不多 就換周邊 看看今年第一季 台南買賣移轉動數高達 六千八百六十五動 比前一年多了近四成 多下六都交易網寶座 在台積電領軍下 加上未來南科三期的擴建 讓南科房市發展勢如破竹 三地新聞 許國恆 伊麗婷台南報導